希伯仁 可以说到是我们个人属灵经历的高峰 可以讲到我们属灵经历的高峰 因为希伯仁本身 他是讲到盟友 Alliance 是结盟的朋友 或是friend 或是联合的意思 所以在很多属灵的著作里面 前辈的 过去几百年的历史里面 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把希伯仁比喻作 我们与神有密友之情 与神同行 与神同住的那种境界 那种跟神特殊关系的境界 所以你发现 神把亚伯拉罕 从迦勒底的乌尔拜偶像的地方招出来 把他带到应许之地 经过哪三藏 有没有人知道 事件 伯特利 希伯仁 这是第一个 雅各 去巴旦亚兰 舅舅那边 待了二十年 受了许多苦头 神把他带回来 经过哪三藏 一样嘛 我会问你们就是一样 事件 伯特利 希伯仁 你发现在圣经里面 创世纪五十章 有人说创世纪是圣经的央田 所有的真理都融合在这五十章里面 你发现创世纪的五十章里面有三十多章 讲到亚巴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 不光讲到他们个人的经历 也讲到他们的脚踪 特别强调他们跟这块地的关系 所以神被称为亚巴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而这三个人跟他的原配 都被葬在希伯仑的麦比拉洞 虽然雅各特别喜欢拉结 他觉得利亚眼神没有神 跟我现在一样 眼皮掉下来了 所以他喜欢拉结 但是葬在麦比拉洞的三对夫妻 就是利亚 他的原配 这三个亚巴拉罕以撒雅各 被安葬在希伯仑 所以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 照理说任何地方想住就住 为什么神就是要把他们绕绕绕绕 要带回来 而且有三个关键的事 我在讲博训课程 创世纪的时候特别提出来 一个是创世纪十二章 神对亚巴拉罕说起来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记不记得 记得这个往这个字 创世纪二十六章 当以撒因为埃及地 或者因为迦南地有饥荒 他想下埃及 神说不可以 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有一个关键字叫做住 到了三十一章 雅各对拉杰利亚说 我父亲的神告诉我 叫我要回你主 你父所在的地方 三个关键字 往住回 往是信心的举动 他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 凭信心出来 承受应许之地 住是在爱里面承受 都给你了 你不要再跑 你住在这就是了 回 就是雅各出去漂泊了 流荡了 但是你再怎么流荡 神要把你带回来 这三个关键字 请大家记得 你抓住了 你已经抓住了整个 创世纪很重要的信心 在信心中往前 在爱中承受 凭着盼望 我们在地上经历一切 这些遭遇 就连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地 盼望神的荣耀 所以雅各从一个抓 变成以色列 以色列的银子 叫做尊贵的王子 神在他身上 把他属土的 属地的 磨成了属天 属神的形象 这是我们基督徒 整个人生的一个原则 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原则 所以西伯仁是高峰 把他们带到那里 要往那里去 走走走 事件伯特利西伯仁 伊萨想跑掉 神说不要跑 就住在这 住在西伯仁 雅各出去了 神把他带回来 当然到了晚年 他因为大饥荒 他去投靠约瑟 但是在临终之前 特别交代约瑟 要把我的骇骨带回去 葬在西伯仁 弟兄姊妹 这是让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属灵的高峰 这是一个神 刻意的安排 让他们达到这个境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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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